如果我们提前对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是有一种准备 就像军人他首先有培训 到他战场上的时候他会提前有所准备 而我们世间的人对死亡和对来世没有任何准备 一听到死的时候 很多人前一段时间中国有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年人 医生给他说你可能不行了 然后他就特别生气马上去打医生 他就说你不要跟我讲不吉祥的事情 像这样实际上这是一个佛教的观点来讲 人比以死的但这种事也并不是一次而完结的 这是下意识的一种开端 我们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对人们关心的死亡和关心的幸福不得不谈 并不是说死亡不幸福或者幸福就是死亡 不是这个意思